没有化学反应生活 被墟里上野跑酷 直到炸弹破门逃生 上野废墟中迟急大战 跟着被墟混你是下一顿 跟着被墟跑去投接客考 哈喽大家好我是被墟 夹头趣味吃不到的女人吃瓜姐 被墟一贯都是引外求生 那这一期被墟会刷新你的认知的 他来到了一座港口的飞机城市 环境州求生存 这对被墟来说 那是一个全新而起有难度的挑战 一开场被墟就开启了装兵模式 直接就跳到了海上的一处网绳上 开启了这段求生之旅 老贝马一边攀爬着 另一边还要照顾着身后的摄影师 爬到顶部以后 直接就抓住了一根麻绳 荡了过去 很明显这个操作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因为下面就是硬邦邦的水迷地 一个不慎 很可能这个节目就要换得意来了 摄影师嘛 可以随便换 没事的 爬到高架上以后 贝爷需要到达对面的楼顶上面去 于是贝爷将好几根电线捆在一起 因为这样看起来会扎实一些 沿着电线扳掉着爬了过去 看到老贝这惊弦的举动 摄影师很明显已经怂了 但是在贝爷的鼓励之下 他爬了过去 刚上到楼顶的贝爷就像开了挂似的 直接就开启了跑酷的模式 可能是这样看起来更帅吧 不过这就有点非摄影师了 很快贝爷找到了一处楼顶 同风管道 这可是进入被墟大楼的最好办法了 他砸开了一处生锈的管道 然后又用油粘制 做了一个火把进去探索 由于这里多年没有人维护 因此在管道中随时都有可能塌陷 贝爷带着火把艰难的浮地爬行前进 经过了一系列的摩爬滚大之后 贝爷终于爬出了管道 现在的贝爷需要快速的搜寻附近的物资 每个房间都得查看一份 甚至连厕所都不能放过 难道这里还有新鲜的熊爸爸可以吃吗 果不其然 贝爷在女生厕所中 直接找到了一个医药箱 里边有一点绷带 一瓶黑不溜秋的钢管酸甲 哪个瓜粉能告诉瓜姐 女厕所里为啥会有这玩意儿呢 贝爷顾不上这么多 直接就装进了肥包里带走 怎么这操作 越看越想吃鸡游戏了呢 废话不多说 咱继续开始探索 贝爷准备离开这栋废墟楼 但是发现大部分的门都是打不开的 他找到了一处电梯井 直接用钢丝 干起了头鸡魔狗的勾当 把钢丝塞进锁眼里捅了几下 哎 这个锁套还真是不经事 一下子就开了 离开电梯井 发现已经没有电梯了 高度直接延伸到一楼 至少有七层楼那么高 正想着沿着里边的电梯绳索下去 殊不知这玩意儿上面全是热化剂 想要抓绳子下去和直接跳下去 基本是没有分别的 于是贝爷就从周围的消防水管 剪下了消防水管 包裹在绳索上 增加摩擦力滑下去 还别说这个方法还真天管用的 很快贝爷就穿过电梯井爬了出来 来到了地面上 爬过窗户 才来到一处背弃的旧工厂里 贝爷这时早已经饿得肚子不顾叫了 有着多年大爷经验的他 一下子就发现了老鼠的天然通道 根据老鼠贴边爬行的犀象 他断定这就是老鼠日常必经之处 所以老贝就打算在这里做一个捕虑心境 好家伙 我直接好家伙 荒野里 你几乎每次都抓我 来到了废墟里 你都不能放我一条署命吗 你的妙子 我虽然不是人 但老贝你是真的狗啊 只见贝爷找到了陷阱原材料 三两下就做出了一个陷阱 贝爷在很有耐心的掩饰自己 至于是什么原理 瓜姐呢就不分析了 因为本卦压根我就看不懂 我该怎么跟你说呢 随后贝爷又向这位环境继续探索 叶木很快就要降临了 一个庇护所 那对于贝爷来说是迫在眉睫的 很快他就找到了一辆四脚朝天的小机车 钻着里面 隔下座椅上的海绵 又喝 这可是上好的床垫 睡在上面 那绝对不比席梦思察 接着他又掏出了汽车电池 扭下汽车灯泡 接上电路 灯泡闪起火化 对着棉花 一下子这个火堆就有了 当当 嘿 真会玩 瓜姐我还没看清 你居然都玩出火了 庇护所和火堆都有了 老贝还差一顿晚餐 这时贝爷 迫不及待他 去检查他的老鼠陷阱了 来到陷阱前 直接现象已经被处罚了 正以为没有抓到猎物时 老贝居然发现 旁边有一块鲜鲜的肉 谁这么大胆 居然敢偷贝爷的食物 姑妈着 是周围的野猫之类的 不过还好 给贝爷留了一小块肉 汤影腿也是肉嘛 接下来 贝爷在附近 发现了很多木狮子 贝爷边分析 狮子的蛋白质含量 边放在铁板上 进行烧烤 哎 不会吧 瓜姐看过吃老鼠 吃牛啊 吃鳄鱼的 但吃狮子 哎 着实受不了 香香就痒痒 不一会儿 一顿铁板熟狮子 就这样出炉了 哎 好吃 满满的蛋白质 味道就像爆饼花一样 第二天 很快就到了 贝爷来到一处管道旁边 嘀咕了一会儿 这个是制作炸弹的好材料 于是 他就拆下了两层气体 来到一处封闭的门 打算用爆破的方式 破门入 老贝呀 你就不能提交一点 用钢丝敲开这门吗 什么不好玩 这一期你居然玩炸弹 很快 贝爷就利用两关气体 做了一个爆破炸弹 至于炸弹的原理嘛 和制作方法 瓜姐就不公开了 想知道的瓜粉们 在评论区里 打出 瓜姐最美 在私聊讨论 可好 嘿嘿 只见贝爷 跑到远处 捧住耳朵 远处就传来 砰的一声巨响 走近一看 这道紧缩的大门 成功的被炸开了 进到内部一看 居然是一个超大面积的 废弃工厂 搜寻了一番 发现到处都是铁疙瘩 只有一处地面上 散落了几根羽毛 这很明显 是鸽子的羽毛啊 有鸽子毛的地方 就很显然 说明了有鸽子 但鸽子 贝爷 你真的确定 你能抓得到吗 但贝爷 很快就打消了 本瓜的这个疑惑 只见贝爷 爬到高架上 跨过独木铁栏 原来贝爷 是打伤了鸽子弹的主意 火不起然 直接就拿上一个鸽蛋 放进了嘴里 甚至连壳都直接吞了 补充完体力之后 他继续探索 只要想办法 回到地面上 才能够获救 只见贝爷 猛的一撞 离山门 瞬间直接掉了下去 这一看才知道 前方居然是万丈深渊 贝爷也差点领了盒饭 想要回到地面上 那就必须向前探索 贝爷只好沿着墙壁 慢慢的移动 寻找下去的方法 他看到旁边 有一条大铁管子 二话不说 抱着铁管滑了下去 然而还剩八米的时候 铁管子居然到头了 于是乎 老贝找到周围的相交圈 联机了起来 做成了绳梯 成功的到达了地面 最后贝爷 发现了一个地面的 一个地下隧道 摄影师嘛 把死都不敢冒人下去 贝爷无奈 只好先做一个活吧 只见他 拿着绷带 放入防弄液中 加入了黑不溜秋的 高木酸甲 一阵化学反应之后 直接产生了火化 有了火法 贝爷果断地 进入了地下隧道 但刚下到隧道里 贝爷仅里就 打起了退堂鼓 因为这里边 又黑又臭的 而且有着大量的病菌 隧道里很像迷宫 贝爷在里边 传扎了几个小时 下着到的水 越来越满 而且氧气明显不足 但很快 贝爷就找到了一处 瓦工的粗口 并爬了出去 出来以后才知道 他们现在已经回到了 本命城市 贝爷的废墟 工厂之旅 挑战成功 好了 今天的贝爷 网野挑战 也到此结束了 我是吃瓜姐 变赞关注瓜姐 带你看不一样的纪录片 小伙伴们 拜拜